晚安 好 今天要帶妳看很有意思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二童跑到印度去了 妳有去過印度嗎? 沒有 印度其實他們覺得還是 就是蠻特別的一個地方啦 喜歡的很喜歡 討厭的很討厭這樣 有很多廟宇可以參觀是不是? 對 然後有一些像什麼 什麼太基馬哈林是不是? 對 他就是一個那個皇室 皇后啊 那個國王幫他見的 然後呢 他們還去找 本來要去找瑜伽大師 後來迷路了 找到一個算命大師 然後我覺得這算命大師還蠻準的 喔 他說了什麼? 因為他講其中的一些小男生的一些事 因為我知道一些內情 所以我覺得很準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那個算命大師真的蠻準的 妳信不信算命侯主播? 有 我有時候也會聽一聽 真的嗎? 嗯 可是有時候也不要太相信啦 因為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像曾經有人跟你講說 假設妳這一輩子都結不了婚 那妳要怎麼辦? 對啊 這樣會太難過 那我就選擇不相信 那果然跟我們一般人很像 反正講壞也不相信 講好的盡量 對 其實妳不覺得像中國人的算命 有點像外國人的那種心理學家 就是妳有什麼問題妳去找他 那妳希望能夠從算命師那邊得到某一種答案 那妳自己會選 或是某一種支持妳的力量 對 所以妳才會選擇說 這個我不想聽我就不要聽了 對 這個我相信 那個不相信 不過接下來我們帶妳看到這個動作片 其實是三個很漂亮的美女 墨 偉 舒淇 趙薇 她們到日本去宣傳 但是妳知道 在日本有一對社交姐妹花 她們呢 我知道 蛤? 是那個胸部很大的那個嗎 對 H 趙薇 嗯 她們也出現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就是3比2 看誰會贏 我覺得那三個就是 趙薇她們表情有點被嚇到了 其實因為 她們那個姐姐長得還滿像男的耶 有點那種輪廓的很深很深的那種感覺 妳人很好 因為像我去泰國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妳走在街上怎麼看 她們是ladyboy 或是人妖變性的 就只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 還 就有點醜 因為有點男生還沒變成女生 第二個就是 不可思議的漂亮 那可能就真的 她是變了一個很完美的 妳知道嗎 嗯 不過其實我覺得看到這個 滿有意思的啦 就是各種不同的 欸 妳有沒有 好主播妳有沒有碰過 就是有H或是G或F的 有一個在妳旁邊過 我真的沒有看過那麼大的耶 她如果就在妳旁邊妳會怎麼樣 妳會呆掉對不對 我想我一定會想要這樣子 摩摩看 想試試看她的彈性 對 不過聽說妳今天有一個很性感的 新產品要介紹給大家 對 其實我剛剛看到莫文 我就想到妳記不記得她有一個 這個Music Video裡面有穿一個很性感的那種 丁字褲 丁字褲 嗯 然後 然後我喜歡穿嗎 丁字褲 其實我剛剛有講過啦 我說因為我皮膚很嫩 所以我不適合 為什麼 因為我老實說 我有試過很多次 但都不適合 就是 很緊喔 可以這麼說啦 就是很摩擦 然後我覺得不太舒服 但是我現在就可以提供妳一種新的產品 其實這台灣的業者腦筋動得很快 因為看到這個丁字褲在流行 所以最近也推出了一種 絲襪丁字褲 然後是說整個這樣褲襪這樣嗎 對 她就說妳穿褲襪 那妳也不用 它裡頭已經因為妳設計了一個像丁字褲的這個底褲 所以女孩子就不用再多穿兩層 那會不會沒踩一腳就覺得很緊這樣 卡卡的 好啦 最後不如來一杯咖啡 謝謝 好啦 謝謝大主播 謝謝大主播 拜拜